恭喜各位 我們今天廣泛的來討論產業創新條例 我們剛剛聽到民黨黨邊李敬毅說了吼 吹給他轉破 但是我希望說禮拜二大家冷靜坐下來 只一條的來討論 因應我們應該回歸正常的意識形態 這個討論主條來做建議 在整個產業創新條例 我們的法律的一個奔助 我想在整個延續過去促產 我想民黨這個李敬毅委員 特別當時在我們經濟委會審議的時候他有參議 這個都相當了解 這個是打破過去 我們針對特定性的一個產業來做補助 我們現在打破這個 就是希望台灣有很多的中小企業 傳統產業 物流中心 人才培訓 營運總部 這幾項不分類別 來對他們的一種獎勵 而且需要的人才 也需要我們好的土地 所以對人才的培訓 我們為了要獎勵更多台灣人才的培訓 我們也用獎勵的方式來做這個補助 這補助不是現在 吳敦議院長才提出 在過去去年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案 在當時在審議的時候 這版本就有了 另外我們針對這個土地的需求 我們不以讓更多的產業來做違規的使用 所以土地要怎麼樣善以利用 設置專業園區 它的目的就是讓更多的服務業 還有文化產業園區 專業的一個這個研發 能夠帶動台灣的未來 所以這幾項呢 都是針對傳統 包括所有的服務 還有基層的各項的一個需求 我想每一項的一個細項裡面 我希望民進黨 你要真正拿出當初我們 在審議過程當中 當然我們有提到 希望全球當中 有百大的企業 能夠吸引他來台灣投資 所以我們是鼓勵方式 並不是說做普遍性的 而且那個比例數是少之又少 根本有的是已經啊 剩下擴除了剩下13%而已 所以現在民進黨自相矛盾 所以要移手稅提17.5% 那這樣子等於是我們的財稅收入啊 又要少掉403億 那等於是我們財政的接口 越來越大 我希望不要前後不一 以上我的報告